TVBS第一部八點檔《女兵日記》 2018年7月10號開播以來 度過了一千多個日子 一起經歷疫情的艱難與辛苦 但我們堅持帶給大家 許多的歡樂與歡笑 情世多雲毆著雨 偶爾失去太陽的勇氣 就算挫折僅持了翅膀 夢想也不曾停止鴛鴦 難免會孤寂像傾盆大雨 迎著雨我陪你前行 遙望著雨和彩虹 幸福緩緩降落 手牽著手化作翱翔的微風 飛進了燦爛星空 夢卻都照亮 你讓我擁有微笑的力量 希望到完結篇了 我們也跟著畢業了 所有的歡笑和淚水 就用微笑的力量 繼續走下去 好 走 先進去 搖望著雨或彩虹 情福緩緩降落 情福緩緩降落 手牽著手化作翱翔的微風 飛進了閃爛星空 夢卻都照亮 你讓我擁有微笑的力量 祝大家 有請今晚愛無限的節目主持人 高怡萍 怡萍姐 謝謝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網路上的網友們 大家好 我是高怡萍 非常歡迎您收看我們今天2021年 聖誕愛無限感恩派對的播出 我想聖誕節呢 應該是每一個人都非常熟悉的 在這一天 你一定要吃一個大餐 好好的犒賞你自己 甚至你要準備一個很好的禮物 送給你最愛的那個人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要慶祝小小主耶穌 在這一天 祂的誕生 祂的降臨 耶穌祂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 能夠將我們的愛 還有我們的溫暖 傳遞給我們所關心的人 所以在今天我們愛無限的感恩派對當中呢 我們TVBS家族 每一位演員 每一位主持人 他們都用行動來表達出他們對於這個社會的關懷 我們有募款的活動 大家都呢 善心一舉 然後將自己所能的貢獻出來 我們也希望電視機前的您 還有我們網路上的好朋友們 可以一起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夠站在這一群 如此顏值超標的一群 十二位 來自我們女力報導的十七連的同仁們 那十七連的長官當然就是第一位要開始說話的 女生優先 好 女生優先是不是 我站在兩位中間啊 不好意思 我覺得其實 1058個日子 我覺得 如果剛入學高中的話我現在要升大學了耶 有 厲害 有一場戲我跟羅平兩個人 我們要走大概一百公尺 然後一百公尺 他台詞超級多 滿滿一整頁 一開始我們累的時候都很OK 是 然後正式來的時候 然後他第一卡就沒有把它講完 就一直NG 一直NG 一直NG 換到他好不容易講完 然後鬆一口氣的時候轉過來看我 然後我就忘記了 待在那邊看著我 對 真的 不容易不容易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請十七連男女兵們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自己請念魚跟鎮亞 對我來說啦 在女兵跟女力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類的也不是粗糙 也不是拍戲 我覺得在這部戲我最累的是 我戴了十七頂的假髮 十七頂 他真的戴很多假髮 又配上這個比較 有點 有時候會稍微就是斷線的小女孩 是 拍戲的過程就會稍微有點漫長 我真的那時候真的是菜鳥 然後我比較分不清楚 到底什麼是行動開始還是試戲 然後他的假髮他戴了多久 他戴了差不多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弄很久 弄很久 然後試戲 彩排給我拔下來 聽到目前我覺得好像都是比較 怨言 抱怨 就是抱怨 感情很好 你知道其實一般來講 大家這樣子的一千多天的合作 覺得應該是離情依依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感覺到 所以我們還是找找看 有沒有不捨得的事情 對我來說我覺得最不捨的就是說 很珍惜大家這樣彼此有的默契 不管是在劇中或者是劇外 工作起來是很愉快的 那這個東西即將要跟他說再見 這是讓我覺得最不捨的事情 對啊 雖然我是後面進來的 但是相處也有兩年的時間了 所以我真的很不捨一起努力的大家 然後還有要跟 陪伴我們一直的觀眾們說再見 從早到晚你睜開眼睛那一剎那就是這個人 然後到你收工回去可能就是睡個覺 然後可能又起來舒服 然後又是看到同一群人 所以那種 真的 二隻小子黏在一起的感覺 天氣冷的時候大家窝在一起 然後取暖 天氣熱的時候大家一起 就很大蠟蠟的街上 沒有到脫衣服啦就是 有一起脫衣服嗎 楊卿有脫衣服嗎 是沒有 是沒有 我確定一下我知道觀眾想知道 所以 對 就是很捨不得跟大家分開啦 但是 終究是會有離別那一天 相信 我們是為了更好的相遇才會離別 對 你們互相的電話號碼 LINE啊什麼的 該加的都加了嗎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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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聯絡也罷了 超多超多 一定有 都有都有都有 女力在經歷過了一千多個日子之後呢 他們的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了 所以這邊為你們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你們 繼續呢 就是由機智校園生活接棒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段 機智校園生活 他們與新北國王籃球隊合作的一段 籃球PK賽 請看